最近有一宗新聞,網友不斷傳給我 我看一看,那宗新聞其實就是每年都會翻炒幾宗 為何會翻炒幾宗呢? 我都有一個解釋告訴大家 那宗新聞是什麼呢? 就是講一個男人娶了內地老婆 生了一個子女,換了一個公屋大單位 好了,感情不好,離婚的時候 老婆叫男人簽一張除名的表格 其實那一公屋是一齊申請的 其實就是兩個人的名字 一旦離婚,應該是隨便給一個 給誰呢?就是給有撫養權那個 事實上他們生了一個女兒 那個女兒就不知道幾歲大 好像已經七、八歲了 法庭一定是幫女人多的 自然又是傾向女權的 那男人又怎樣呢? 現在就好像被人迫遷,摺著女 就在那裡吵,然後就在蘋果訪問他 那個男人就留下這個男兒淚 然後就說自己後悔了一個大陸欺 之類的 那這些故事就不斷翻炒 但是呢,大家不要漏了一個觀點 有一個觀點就是 就是我一向都知道有一個這樣的做法 就是他們兩夫妻在一起 在一個傳媒上面做一場戲都有的 但是我看這件事就不像 因為是這樣做的 有一個做法就是 你和你老婆 就是大家真的鬧了 就是又說老婆打你 或者老公打你 做一場戲 那些社工是很害怕的 然後罵上新聞又很害怕麻煩的 大家都不想惹事 那怎樣做呢? 每人給一間公屋 那就解決了 那我成功就是 將一間公屋變成兩間公屋 那大家都知道 香港地小人多 公屋坦白說 現在都過千萬的了 真是瘋了線的 現在香港真的 為什麼我說公屋過千萬呢? 你想想其實就是養你一輩子 名字扭著那個戶主 那個戶主就跟一輩子 理得你殘廢也好 什麼都好 新老病死什麼都好 就在那個公屋的保護網之下 就過世的 你想想現在的私樓 哇瘋了 動輒那些 你不吃不住 說你不吃不住 只是管理費都幾千元 還沒說豪宅那些 或者魏豪宅那些管理費 可能五、六千元都不出奇的 管理費 有Clubhouse那些可能再貴一些 香港是畸形的 所以其實 本身公屋是很有價值的 我先不要想那個男人 是不是跟他老婆做一場戲 這個比較陰謀論 但事實上 你會覺得為什麼 這些新聞會不斷翻炒呢? 因為有些是假的 假新聞來的 有些是他們兩夫妻玩的 我聽不少 其實是想一開二 然後你會發覺 兩夫妻不來自己也會走 那你就知道真相是什麼 他們可能就是 夾場戲 推上頭條 有人關注 快點給兩間公屋 各自給一間公屋 那就算了 很多tricky玩法的公屋 例如老人家 一個老人家 你六十多歲 他是戶主 亦都可以跟子女不適合 吵架 然後又是推上頭條就可以了 然後社工 哎呀死了 又不想揹 好了 一人一間 然後就老人家一間 然後就年輕一間 他未必需要去到頭條 那麼誇張 但一定要吵一下 是真的 即是做場戲 那樣的 即是炸癲裝傻 都要做場戲 那樣 其實我自己看回 整件事 就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 我自己覺得 就算那個男人 真是被蛇蝦趕走 其實房署真的 的確是會給他多姦 只不過 沒有他的大單位 那麼漂亮 就是一個一人單位 因為他原先的大單位 就是漂亮的 那麼蘋果呢 即是訪問他那時候 你見到那些間隔是屍正的 是屍樓格局來的 即是不要覺得公屋是很殘 神經病 屍樓都是這樣的樣子 當然了 那個事主都說到自己很可憐 又說中風 又說沒有錢 又說很窮 做不到事 這樣 當然他那個大陸的老婆 都是蛇蝦來的 都不用說了 即是大難臨頭各自非 那隻來的 你中風嘛 你給不到錢 我嘛 我不服侍你了 拜拜 就離婚了 就這樣 所以說 其實你 溝女好 即是可能你想成家垃圾 或者是 叫做 開花結果 都好 其實是很 就是很看那個人的特質 那種特質 一開始你已經會知道 是有些知書馬跡可以讓你找到那個人的性格出來的 即是當時你要狠下心腸 是又是 即是純純套 是純純套捉住他 如果是蛇蝦的話 基本上你就不能夠玩真心 那麼這個事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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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男 這個 都一把年多 他認識這個老婆 那時候是透過 不知道 一個大陸的表哥 這樣認識的 說介紹個表妹給她認識的 說個表妹有多好人 多知慳識劍等等 其實我們做人來說 尤其是溝女的世界來說 就永遠都不是說 透過第三 就是 透過其他人把海去認知那條女 反而你是要真的去試探那條女 自己真是給一些關卡 即是去試她 究竟是否貪錢 會不會大男臨頭各自非 你有病的時候 他會不會跑掉 等等去試她 試到徹徹底底的 才可以叫做 將那個情感比例提升 那我相信 這個男人 他就是沒有做任何測試 那就是聽她說 就是覺得 那個女生 一開始都挺老實的 不過就不多說 那我就這樣看 如果不多說 就通常都是騙你 如果一個女生不多說 通常就是收起自己的底牌 因為怕說多錯多 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們追女追仔的技巧 Ness is more Ness is more Ness is more 是一種挺有智慧的技巧 亦都很多蛇蝦都很喜歡用 你看到蛇蝦 你問她 十問九不答 為什麼呢 就因為想收起自己的底牌 收起一張 就收起一張 她再說一張出來 就變成她露餡 她說那些 她能夠說的話 你便覺得她很坦白很誠實 她說她那些無靈 即是那些不重要的東西 家裏有多少人 即是自己做什麼 知之類 自己生活 這些很簡單的東西 當然會告訴你 但是你揮心一層 她的歷史 情史 她就不會告訴你 所以有時候 為什麼呢 我建議就是大家 一場約會裡面 你越不敢問的東西 你就要嘗試踩進去 問一問 即是 即是 無論她特地收起來都好 你都會知道答案 她特地收起來 特地收起來 那就是不老實 即是蛇蝦 我都沒見過一些 很純品的女生 她會收起來答案 拍過一次拖 就一次拖 沒有拍過拖 沒有拍過拖 拍拖的過程是怎樣 她都告訴你 即是怎樣認識 知之類 因為如果你要分析這件事 其實你要代入那個事主 你才會理解那個情況 假設我是事主 我不懂得追求女生 我人生 她結過幾次分 我不會追求女生 我機會不是那麼多 我就是透過這些中介 總之就是 你介紹一些大陸戲給我 我覺得漂亮就丟了 可能她十年 三年 才一次的這些機會 她就覺得 很緊的機會 接著再給些人 慫恿一下 然後就覺得 這個是好女生 首先她表哥 就是介紹她這條女 這個表哥表妹 介紹這個表妹 給她認識的表哥 都是蛇佬來的 扑她的戒 她急想 就是自己的表妹 她出撲 可能有介紹費之外之類 我不肯知道 就是我再陰謀論多些少 就是她中間說會生個女兒出來 就是下來了 申請了公屋之後 她就無端端 這條女兒說想生兒子 那兒子是不是她的呢 這些就見仁見智了 會不會是她表哥的呢 可能又有另一個故事 那我就不知了 那我就先不要太複雜 想這件事 簡約少少少 假設都是那個事主的 那個女兒 所以有時候都蠻吊詭的 所以我想一件事就是 譬如有個朋友介紹這條女兒給你 你也要看看你的朋友是什麼朋友 如果她是純純的 她介紹那些朋友應該都是純的 都不會蛇到去哪裡 如果那條人都是蛇佬上身的 你覺得她介紹那些女兒給你 是什麼女兒呢 你自己想想 還有整件事倒索 其實是那條女兒主動說要結婚的 然後那個垃圾的中佬就說 我和你結婚都可以 但你結婚了你不要害我 你拿了我成功的 你就害我了 你不要這樣害我 然後就流眼淚 流馬尿在那裡 印眼淚 我心想 哪有這麼濕狗的 你不想別人欺騙你 你就不要跟她結婚 你還說出來 那不欺騙你 就欺騙誰 坦白說 蛇佬 蛇佬 就是欺騙你久了 才欺騙你 難道找一個很霸氣的 我不想陳傑的 即是 我一定會扔你 難道找一個這麼霸氣的 來欺騙嗎 難道就是找你這些 這些15、16 然後就說 不要欺騙我 這樣 就哭了 整個內藥款都出來了 就是知道你就算欺騙你 你都做不到任何東西 你都無計可施 他都形容自己說 好像中了槍一樣 中了槍你不會還擊嗎 你不會射回去嗎 你中了槍 那就舉白旗了 投降了 所以有時候 有一套電影我很欣賞 就是那套黑暗對峙 我之前介紹過 就是邱吉爾那套電影 即是那時候英國 怎樣對抗希特拉那時候 的一套電影 他就說了 如果對手是蛇佬 你應該怎樣做 就好像邱吉爾那樣 邱吉爾都是一個狂人 都是一個瘋佬 你對付瘋佬 你怎麼可以用紫蘇佬 跟他打過呢 因為當時英國就是 大家都知道 紫蘇佬的文化是很深的 很強的 即是他覺得以和為貴 希特拉來 我們想著 以和 有一批是以和的 但是呢 有一批人都知道 他們心裏都知道 好像對手是狂人 我們不如找個狂人對付他 以和為貴好像都不太行 連Beta都覺得 我們自己不太行 接著就推邱吉爾出來 就知道他是瘋佬 是狂人 以狂人對付狂人 那時候就是這樣的 結果就是 是一個過橋抽版 因為整班紫蘇佬 打贏了 場仗贏了 接著就 邱吉爾就選不了 就因為 狂人 好多謝你打贏 希特拉 但是呢 就是因為 我們英國都是紫蘇佬 麻煩你下台 找另一個紫蘇佬 上去 英國是這麼搞笑 那段歷史 但邪得太遠 意思就是說 你對付蛇欺 你一定是要回到差不多一個層次 你起碼好像邱吉爾那樣 Lever Surrender 那些人叫他去投降 他打死都不投降 其實呢 在現代來說 就是 有幾個關口 都幾 我相信香港的男人 都幾難去拿捏 首先你結婚先 結婚其實是 某程度是 男人輸的 很多方面都是男人輸的 很多方面都是男人輸的 所以有些折衷的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同居就會男人贏 就是女人輸的 然後 還有再吊詭一些 就是 同居之下有小朋友 又會有這樣的玩法 其實呢 有一批男人都知道 喂 結婚不能有好處 還會這樣做 就是防止以後會發生這些真產案發生 連這個 你擲街那些都是這樣玩的 就是 他們都知道 我不能結婚 你能不能結婚 我有錢就給你了 然後呢 其實呢 還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這一宗 然後呢 這個事主 又說回另一個朋友 另一個朋友 又是娶了內地老婆 這樣 那一宗 就是一宗慘案 另一個事主 就是娶了內地老婆 誰知道呢 法國內地老婆呢 就是 外面呢 就 就 激到她 大陸沒有啦 然後就 就斬死了那老婆 那樣 就釀成一個悲劇 這樣 我自己這樣看 這個世界是 笑窮不笑窗的 就是 看回那個女人的出發點 她想賺錢的 好過 我自己覺得好過第一個事主 第一個事主 可能她有沒有賺錢呢 那條大陸黑都沒有賺錢 沒有賺錢 沒有賺錢養過老公 咬你了 如果第二那個呢 就叫做 是戴了六母的了 咬你了 但是她是不是賺錢養你呢 賺錢支持投家呢 那這些是可以 叫做 叫做 怎樣說好呢 情有可原 是的 但是可惜 因為這個世界上 太多不正常的人類 就是 看不開 就覺得戴了六母 就要斬人 那當然是不對 你打了六母 你最多就脫掉了她 就是 古時有優妻 現在就離婚 就是這麼簡單解決 就是這麼簡單解決 就是有什麼大不了 這件事 所以反而這個我覺得 香港人 又不可以過分保守 就是 在外國根本就不會說 很渴望一個很忠貞的處女 就是不會渴望一個女人 一世人只能夠被一條瘋子 這樣 這個就不會的 西方就 就會大方一點的 當然 如果你另一半做雞 我相信 不是每個人挑戰到這種極限的 其實我很喜歡聽另一個網台節目 應該都沒什麼人聽 比較少眾 叫做戰藍俱樂部 專門講一些北上的事情 聽起來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當然這個是屬於比較夜生活 以及不是很適宜中學生去接觸的一個話題 但是坦白說這個話題 你不說 它不代表它不存在 有時候會聽一下 那個戰藍俱樂部說什麼 原來很多那些男人 反過來 都不介意大陸沒有 直接娶了一隻雞做老婆 都會有 叫叫一下 然後變成了做老婆 都會有 我們叫做沉船 當然是不建議這樣做 這些事情 因為對手做得雞 一定是蛇蟹來的 而且level 可能高 所以這個世界上的故事 真是多知多彩 無其不有 總之你打開新聞 日日都有些很新奇古怪的新聞 然後有一宗 很快的 講完又結束了這一集 那就是 有個公屋的髮型師 有個女兒 拖廚十歲女 接著 就有個 做Ibanker的女朋友 嘩 多厲害 月入四十萬 接著就放兩條 珠耳繩 價值五百萬的珠耳繩 誰知兩女一男 在房子裡 就吵架 一個後母 一個都不是後母 朋友 女性朋友 還有個女兒 就吵架 那個女兒 就偷了那個 女人的五百萬首飾 但不知是 她擺了去哪裡 很離奇了 那整件事 我自己覺得 就是 蛇佬 和一個蛇蟹 就是 蛇樹一窩 看完之後 我就這樣看 一個鬧劇 首先她爸爸 也是蛇佬 來的 在髮型屋裡 找女 找了十幾年 接著就是 我想她也是 看到婦婆才找的 難道看到那些垃圾 沒有錢的又混 我想這個婦婆 也有失錢給她 大哥 40雞 iBanker 我隨便 濕三雞 養兒子 都還可以 如果我是那個婦婆 搞笑在 因為她是蛇佬 蛇佬 都 叫做 都不太懂得教女 然後 令到女 都變成蛇欺 十歲 已經開始懂得偷東西 然後 她一偷 第一宗案 就偷五百多萬的東西 都很厲害 所以這宗案 就不知道怎樣 可能最後那個小朋友 就應該入女童院 所以這宗案 其實就令我自己覺得 大家看看 就是 那個叫做 蛇欺的年齡 是有年輕化的 你看到 十歲已經可以做蛇欺 她已經可以 動接 偷幾百萬的東西 何況她 人大少少 十一二十三四五歲 已經可能收一堆兵 收一堆兒子做兵 要她們定期去貢獻 雖然之類 當然 再大一點 當然是 騙身家 就是 收兵事少 然後 玩大一點 可能騙你幾層樓 就是 騙你整副身家 所以 去到十八九 那些已經 可能已經是很高的 然後去到三十歲 更加不用說 當然這些極點例子 我相信 我數不到 但是是會有的 你見到 我想告訴大家 在香港蛇蠍的數量多了一來 和年輕化 是不斷的 稅數下降 甚至可能有時候五六歲 都變成蛇蠍 已經很認識 農莊延活 跟著 戴上那些 手飾 拿著一部iPhone iPad iWatch 等等 已經是 中壞了 整個公主 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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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 那些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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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 所以有些網友丟一堆問題問我 為什麼女兒有這樣的反應 我心想 屌你老闆 人家六歲開始練習 你三十歲才開始練習 功力已經是差上二十多年 接著還叫我教她怎樣溝蛇蠍 我心想浪費夠氣 從零開始慢慢打起 所以有時我很撇脫 我覺得雙方的level太懸殊 就是叫那個網友BURN 不是的話只是玩狗死自己 當你有一天有個觀察能力 你能夠逐一件事分析 它帶什麼帶什麼代表什麼 你仔細說給我聽的話 我覺得這樣你就有資格開始 跟蛇蝦對打 坦白說 蛇蝦 由頭到尾到腳趾尾 它每帶一樣東西都是想過度過 不是說隨意帶上去 倒一會兒 你有沒有心思可以知道 它由頭到尾 每一件裝飾品的意思 你沒有這樣的能力 又怎能夠混合到它呢 好了 今天講到這麼多 如果你有很多愛情問題阻力的 可以給我 上一天遊戲和夜遊戲都可以 多謝收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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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